赵医长你好 其实听了刚才你对思琪的话呀 我其实也特别有感触 包括其实思琪的那篇读后感我也有很认真的看 其实其中有一段话我想问问你能看怎么看 我来念一下 可能很多网友之前没有看 我也给大家念一下 他提到了说 其实在这个美国纽约时报曾经质疑过武汉采取过强力的措施 而我就是思琪 则在这座原本息息往来的城市突然变到寂静时 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强大的中国力量 他的这句话给我带来很深刻的印象 我想问问您当时看了这个独口感的这句话 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对 这个两个方面 一个是纽约时报 对中国这个抗议 这个战役这个充满了偏见 所以中国怎么做都是不对的 对不对 你像我们现在这样大力去果断的断然的 然后把这疫情给解决 他说你这个是侵犯人权 然后如果你如果做的不好呢 他也说是治理无方 所以我就说不要理睬他 根本不要理睬他 因为鲁迅的话说这眼珠子都不朝他们看一看 这个自己讲的中国力量 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想今天很多西方的人 甚至我觉得恐怕连纽约时报的一些编辑 他内心里会非常配 美国连中国的十分之一都做不了 你看如果这样的危机来 我真不知道美国怎么办 他当年处理这个09年这个H&E 那个处理之糟糕 死了这么多人 整个国家五分之一的人口被感染 然后都用抗生术灾难 他那个处理方法是不大问题 确实是 包括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一组数据 这个是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一个数据 他说从去年9月份 然后到至今 美国至少有1300多万人感染了这个流感病毒 那么死亡人数其实是达到了6600多万 6600多人 其中包括还有39名的幼童 就是包括孩子在内 那么其实各州的感染人数 其实也是不断增加的 而之前就是在中国疫情发生之后 其实美国是最早关停中国的航班 包括取消中国公民的签证 等等这一些的措施 并且还启动了这个 为期六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那么他一直在号称自己 就有全球最健全的医疗体系 那么为什么他们发生疫情之后 还会有这样的爆发和这种恐慌的现象 就接着您刚才的内容 我们再问一下 这个美国所谓这个环球最强的公共医疗体系 这个它自己推出 怎么可能不可能呢 对不对 你看就是你举个这个例子 实际上不久前 那个新加坡总理理想的那个夫人何金 他就专门用了这个例子 因为纽约时报说中国这个叫治理的失败 他说如果中国这韩山治理的失败 那此时这个正在美国上映的这个流感的这个蔓延 这个才叫治理的失败 他问了这个问题 这就经典的案例 这个是一个有疫苗的 对不对 这个防控的 你可以防控做的比现在好 十倍二十倍都可以 但他做不到 这个美国的做法 坦率的是他是这样 就是他是一种跟他民主制度一样 他吹得很久 实际上都是问题 他就是个程序 这程序我走完了 对不起 我就完成任务了 然后我发了通知了 这是个警告 你该看病就要看病 你不去看病 不打疫苗就你自己的责任了 那么至于你看得好看不好 这是医院的责任了 能不能活下来 看你自己有运气了 你对政府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打官司 你对医院有什么意见 你可以打官司 我是法治社会 对不起 打官司你肯定是输的 这概率版的99.9 那费用还自己掏的 他就这么一个制度 而且他对这个 没有对国际社会 任何责任的感觉 他根本不通知 我们有朋友 当时就碰到这个战略 就是民主住院 就住两个礼拜 药费都自己掏的 抗生素吃了很多 所以这个是很不负责任 但他就是这么一种程序 完了这个程序 他就筹完了 应该说美国CDC 从专业的水准来说 是不差的 然后他在这个疾病的 这个掌线的发现 然后预警 甚至向世界温族通告 这个都做得还可以的 但是他之后的这个 相关的措施 怎么来制止这个蔓延 他那个无论是财力 物业人力都远远不高 关键他没有这个指导思想 就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没有什么原因 所以其实在面对的 这个流感疫情的时候 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在面对我们相关的 新冠疫情的话 其实美国要做的工作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路要走 是 最近我看美国自己紧张了 因为他的CDC主任也说 就是美国也要防止 这个疫情爆发 就是我们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而且美国可能也要像中国一样 分学校分社区 他已经预感到恐怕 有些问题他也制止不了 开始美国很多机构 都幸灾乐祸 包括纽约时报 包括他商务部党罗斯 包括什么写东亚病夫 那个作成 这是很卑秘的 但现在他们也觉得 我们讲了多少遍 这是人类的共同灾难 就像过去我们碰到天花 碰到鼠蜜一样的 必须一起努力 没有人可以独散其身 对 病毒是没有国界的 对 确实是啊 其实今天还有一则新闻 我们也关注到了 是今天最新的数据 说的是意大利的 这个新冠肺炎的 这个病例数 确诊病例数 已经达到了117例 那么形容两例死亡 那么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然后目前 其实有11个爆发疫情的 这样的 他们的北部的城市 已经采取了关闭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超过5万人 也是居家隔离 对 但是相比武汉 包括湖北当时 采取的那些的措施来讲 那么国际舆论 对于意大利的这个做法 他们是怎么看的 你认为有差别吗 差别在哪 对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就是这方面的评论 主要是 因为我在意大利 我在那 我去过很多次 那带地区我也非常熟悉 它是米兰附近的 意大利的米兰地区 就它那边是意大利最富的地区 越往南 那个地方越穷 意大利南部 就是第三世界 那么它这个北部 5万人 我可以想象的 它基本上还是几个镇 而且它呢 这个对整体的 意大利的公共生活 预算还不会太大 要看下部怎么发展 它现在这个 它还是 因为它那边那个镇 我非常熟悉的 它基本上都是 就是house 一栋一栋的 这个房子 邻居两层楼的 这样的房子为主 所以它严格讲 它人口密度不大 所以就要看它最近情况 发展得怎么样 因为武汉 包括中国 中国光是1000万人口 以上的城市 有16个 它是人口密度大 所以如果碰到 像这样的 我们叫RO 传染的这个系数 高于2 现在是2到4 像这个新冠病毒 那在人口密度大 传染会非常 所以意大利外会跟踪 那先到还没看到 太多的报道 它严格讲还不算复权 它就是把一些 主要的交通 交通关闭了 给做了一些限制 限制 所以其实 另外一个 可能我看今天 还有一条新闻 其实也是大家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邻国 日本和韩国 其实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 韩国的累计的 这个病例数 达到556例 其实这个数字上涨 其实还是很快的 韩国也是将预警 上调到最高级别 那么昨天 日本是达到了770例 那么其实 我也是有一个问题 既然爆发了 那么日本韩国 包括您刚才说的意大利 他们为什么 就是国家又很先进 为什么不能像 就是中国一样的 从严治理 包括比方说 采取一些 更严格的措施呢 对 中国特点 我叫做中国模式 它有一个党的领导 我们一个党政体系 这制度它有很强的 社会动员能力 社会组织能力 这一般国家都没有 一般以韩国为力 它现在党派政治 斗得非常厉害 现在执政的政党 和现在刚刚下去 那个朴槿惠的政党 还有这次刚刚派的 李宁国政党 他们都是对立的 所以下边这些受众 这些人 他不听现在执政党的话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它到基层组织 也是不是统一的 也是政党化了 所以韩国这个民主化 带来不少挑战 包括你看这个 它所谓宗教制 韩国是教派伶俐的 这个最多的国家之一了 现在这个教派 我看它是叫邪教 新天地教 这个主教就说的 我信我们这个教 就不会生病 所以这样一来以后 他就叫他的这个下边的成员 说你千万不要 人家来问你不要说 是信我们这个教的 现在有三四百个人 找都找不到 现在我看三分之二的 好像已经确诊的 都是行政教的人 所以韩国面临一个 巨大的问题 巨大挑战 它这个治理能力 跟我们这个体制 真的是感到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太明白 一看就一目了然 确实是 我看到有网友很细心地说 为什么张院长没有戴口罩 而主持人却戴了口罩呢 其实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也是一行之下的 我们一个全新的聊天的模式 我们请张院长 跟我们隔空对话 张院长是在他的家里面 但是我是在一个大平台 我们是一个公共的办公区域 所以我们这样的隔空的聊天 其实也是希望 更多网友能关注 我们现在所聊的这个话题 那么接着 我还要再接着问 我还看到网友还提到 我们站在家里 对确实是 还提到了一点 就刚才张院长说的 说日本 那么日本其实这两天 还有一个新闻 大家都特别关注 就是钻石公主号 其实钻石公主号的一个邮轮 昨天他们的 日本最新的消息是说 其实有23个人下船的时候 并没有检测病毒 这其实留下了很大的一个隐患 所以网友特别想问问您 他这个钻石公主号 为什么到现在就变成了 这样的一个处理的办法 对 这个日本也是的 你看我们中国做了这么大的努力 这么大的牺牲 照这个世界文人组的总干事 谭德赛的说法 就是中国把99%的病例 全部陷在自己国土内 到现在这个阶段 他说这个为世界解决 共同来做这个努力 解决这个疫情的问题 创造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气 需要每一个国家都抓住 但你看日本他一点都没有抓住 它整个这个体制 我觉得恐怕跟日本的文化 也有点关系 它这个文化是这样的 就是它对于非常 有很好的秩序安排 有制度安排的 他驾轻住手 他可以做得非常极致 但这个纯粹的新的现象 他一下子应对 他会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整个的做法 非常之粗糙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叫崔少仁 那个神户大学的教授 严田 他做了这个宿命 影响很大 这个他因为是一个经历过 包括伊布拉病毒 他说到非洲去 他都没有想到 就是我们日本做得比非洲 比那里都差 他上了这个船 他说都没有分绿区和红区 是 最安全和非安全的 但是最起码 每个人都要有口罩 都最起码 他这个都没有做到 最近上去连这个 厚生省的自己的官员 这个检疫人员 都这个受感染了 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你看这次又说出来 二十多个人 下来就潇洒的就走了 下了船就走了 现在你看 这波人去澳大利亚 就有两个感染了 去以色列有一个是感染 就下船出来是阴性 到那边就变阳性 所以这个是严重的失误 对 他们也在道歉 但是其实这个后续的影响 感觉好像是连锁式的一个反应 是 他们这个整个这个体制 我真的担心 他是不是也最后也像美国一样的 就是我完整个法律程序 程序上这个没有这样规定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日本是蛮困难的 我可以理解 我现在看了资料 他现在只有1800张这个叫负压病床 就是光是对付这个船都困难 所以这个是这个怎么说呢 你仔细看武汉 我看了武汉实际上 他这个武汉的人口数叫千人病床 是非常高的 比上海都高 但是他就要考虑到整个这个武汉市 但是呢 他大概千人病床都在7.5 这个远远高于日本和新加坡 但是你一碰到这种突发的情况 挤兑的情况 你再有多少病床 再有多少医院都不管 这就跟银行挤兑一样 一下子就是10倍 20倍 30倍的人来 这个是他的瘫痪了 所以我对日本和韩国的这个疫情 我一个基本的判断 如果最后这个爆发到这个程度 相当于我们现在我们叫湖北外和湖北内 如果是中国湖北外的程度的话 它的医疗条件和资源是够的 如果是湖北内的情况的话 韩国和日本的医疗体系要崩溃的 这是我基本的一个预测 形势其实是非常严峻的 那么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湖北 关于湖北呢 我们今天下午其实也做了关于医疗队的 各方面的前方的连线 其实我们现在派到前方的 就是我们各省抽调的这个医疗队的人数 大概已经到了三万八千人以上了 那么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就是医疗队的队员 就全国的医生都在往湖北往武汉奔 那么包括各省市支援湖北支援武汉的 肉蛋奶蔬菜水果等等这些系列的报道 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在网上刷到很多 而且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包括我们之前还看到有的这个 我们的志愿者甚至都牺牲了 有这样的故事动人的故事 那么您认为中国这次被网友称之为 众志成城的这样的一次抗议的活动 它的根源相当于是源自我们 一方有难八方之源的这样的 文化的历史的根源 还是说源自于我们的制度优势 您是怎么分析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两者正好是融合的 一方面我们中国人有这种文化 就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这个没有国哪有其他 中国人叫我家国侵还 这是远远留长的 然后我们这个制度也是的 就是它是全国一盘起 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充分体现需要的 背后还有一种中国精神 这在很多国家现在都没有 他们自己这种精神 就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军队就是冲上去 我们的医护人员就是冲上去 这个感觉这个情感一直在那里的 这个西方制度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呢 它以法制的名义 什么都是按部就班 你比方说我的医护人员 我要一下子派出500个 马上首先谈条件 对不对 你要给我加班的在多少 什么是为多少 否则就是违规违法 我指出公会跟你抗议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党的领导 党员带头冲上去 这适合中国这个国企 而且很多 超大型的国家 每年任何时都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突发情谈 而且很多医务人员 他跟我说的最多的是 他说这是我肩上的责任 我义不容辞 是很感人 我看到很多这个构说 前两天看那个后来做节目 我也说过 90后的护士说是03年非典的时候 帮助我们现在我们长大了 我们要承担我们的责任 很感人的责任 真的我觉得中国现在普遍富裕起来 包括武汉我五年前四年前都去过 令人震撼 他那个硬件已经发展得非常好 我上次跟BBC也看过他一个节目 他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中国有个地方叫武汉 当时就五年前 他说我们英国都不知道 其他我们都不知道 但知道不知道武汉一年在基础设施上投入的资金超过英国这个国家一年的资金 所以武汉的实际上它的面貌是半天富有变化 但现在看到它的软实力 它的很多工作也有暖板 但这事实就是 但是我们也不要否定武汉一年去的成绩 这是很精彩的一个城市 那么同时这些问题大家一起来帮助解决 所以我觉得是 最后就是在中国人普遍富裕起来之后 这个精神还在 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 我相信实际上这一次整个战役 它是有点像一场战功 是一个实战的演习一样 我想我们的对手看了 我非常害怕 一下子这样组织起来 14亿人他可以都宅在家里 都戴口罩 你在美国一个社区 一个礼拜你就要全戴口罩 做不到 其实我就特别想问您 就是统看全球 像我们这样目前能做到的这样水平 还有其他国家也是像我们一样吗 我估计其他国家很难做到 因为这次世卫组织这个总干事 他说了好几次 中国这次抗议的战役这个行动 实际上是为国际社会 如何对付这种人类的 共同的这种疫情 创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新的标杆 他心里认同应该这样做 但是其他国家很难很难做到 因为西方国家 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政府的能力相当弱 然后它一般就是发一个警示 发一个通知 它就是发最高级别的警讯 通知 也就是一个通知而已 它可以给你提供一点服务 告诉你 我们比方说纽约有30个医院 有50个诊所 有什么多少东西 你可以自己去 其他做不了多少事情 他要想封一个小区 就很困难 首先它下面老百姓 你要跟他说 比方说服 你要戴口罩 美国有多少人口 根本就不相信 好多基本的科学都不相信 包括地球变暖 他们都不可能 没有变暖 我自己感觉不出来 所以这是西方制度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它很难达成共识 你看这次美国 我昨天我看它那个报道 CD主任说 我们要准备这个疫情 可能会扩散 然后他那个特朗普的反对牌 就是民主党 马上就说 特朗普政府 你已经犯了什么错误 12345 那特朗普反击 不是是你们错 他已经都内斗起来 确实 就包括您讲的时候 可能我们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疫情 可能有个更立体的 这样的一个理解和观察 那么可能还有 就是我们可以关注到很多的平台 包括我们的B站 等等这些的平台 能够看到 其实在我们的这次疫情发生之后 有很多的国外的网友 包括在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也没有离开 包括盛查在武汉的 他们并没有选择离开 他们选择跟我们一起坚守 包括在国外的可能被我们打call 那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声音 您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因为我走的国家多 多数国家 如果他们在武汉生活过 他们可能会觉得 待在武汉比较回国要安全 回国首先要被禁止至少两个星期 那两个星期它可能会非常难过 而中国现在这个水电 这个菜各种各样的食品都充分供应 因为你有微信 有这个发达的网络的配送 你要在武汉可能一段时间很难过一点 在其他地方一点都不受允许 对 那么这个而且它指挡中国政府 这个整体的这个努力 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 还算是它回去情况可能要糟很多 它这边万一病了 我们可以给它治好 它回国之后能不能治好 这是问题 所以我自己这样看 因为您走过的城市很多 我还想问一下您 就在很多国家有没有过 也像我们一样 从很多省市调配一些物资 包括生活物资 包括医疗物资 去支援另外的一个省份 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很难 我就以美国为例 它是联邦制度 你很难想象 它政府在联邦飞机 它有战略资源的储备 然后我可以一下子给你提供 这个一万个帐篷 或者什么东西 这个它是用的 但你要这个周一周 这样的支持上 这个手续就烦了不得了 日本也是这样的 日本你看它这个 三千多个人在这个船上 钻石公主号 它想征用边上的学校 和体育场 或者是其他的设施 非常非常难 也不行 征用不下来 人家谈半天都沉不下来 所以它这是 它的制度的问题 那么你比方说我们 比方说我们在上海 你可以看到的 这个前段时间 这个加紧加班加点 生产口罩 生产这个防护服 然后我们的市委的领导书记 会亲自去看 要抓紧 这国外很难想象 一个就是州长 到另外他自己州里的工厂 说你看快 多生产什么东西 资源另外一个州 他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这个的 他都是觉得自己 只管自己的事 因为它涉及到一个 税用和预算 这个是 每个州之间 都是很斤斤计较的 是在过去 在南斯拉夫的时候 南斯拉夫为什么当时 结底跟内业关系 铁托总统希望负的共和国 就负的省 那个帮助穷的省 结果负的省不愿意 所以就闹出很多矛盾 原来是这样 有个文化在里面 除了我们党的领导 我们的政治制度 还有文化在这个里面 大家觉得 我们就是一个民族 大家定格互相帮助 这个是在我们的血脉中 确实是 我看到很多网友也在说 说无论是哪个省出现了问题 我们都不可能袖手旁观 这可能真的是融入到我们每个心理 我们也叫掏心掏肺 对 说需要什么 除了我们的医护人员 必须一个不少的回来 说其他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省都可以给 其实听完了之后 其实每个人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肯定是这么做的 我看了也很感动 我特别就是 你像上海 我老说上海比方外面都好很多 真这么回事 这个硬件明显的好 这个软件很多方外面比较 当然我们也不如人家的地方 但总体上也要好 但是这个城市发达到这个程度之后 你还是保留这种冲上去这种精神 我觉得特别保留 特别保留 所以这次再一次看到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特别引致好的 有这个劲儿在 我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确实是 那么其实我们再从一个时间跨度上去看 我们现在这个疫情 其实距离非典过去已经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 那么当时非典发生的时候 肯定有一个国际的评价来给我们 那么现在我们的新冠疫情发生了以后 同样还有一个评价 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 这两个评价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 你认为最大的区别在哪 这个西方的媒体总体上是这样的 他的这个主流媒体任何时候对中国都是比较消极的 这个洛权下实的也有 这个各种各样的曼玛的也有 但这次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 我发现凡是专业人员绝大部分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 包括这个刘烟刀这个杂志 专业人士包括美国的谈的时候实际上都几乎是肯定中国的错法 这是跟过去的很大的差别 另外现在这个有这个叫什么网络世界 当时网络没有这么发达 你网络可以看到很多人 就这次任何一篇反华的文章出来 下面都有很多很多的他们本国的老百姓 所以这样讲是错的是不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跟过去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背后就是中国的这个存在 中国的全息放在这里 今天你看中国这个因为这个疫情 导致我们这个一些复工复产 还没有恢复到原位 长山讲已经到70%了 这个比较大的企业 很多地方还没有到 导致就是全世界的供应链的困境乃是危机 美国的医院用的抗生素 96%是中国生产的 现在抗生素他们很担心 抗生素要供应不上了 这个湖北是汽车产业的零固建的中心 现在韩国日本都在发觉就是他们的工厂要停工了 特别是这个Nissan日产和这个现代 韩国的现代零固建 所以他们都真的是希望中国能够赶快好起来 然后他们能够拿到零固建 所以因为中国是世界产业链的关键的一个环境 方方面面就是几千种几万种产品 当然中国也是真的 我们是有一种人类命运共同性的这个理念 我们要尽量在保持这个安全的情况下 来尽快的复工复材 然后也要打好这个经济保卫一下 这也很重要 现在我们知道在上海这一带已经做得非常容易 确实是 今天非常感谢张院长 我也能够看到其实网友的评论 很多网友都在说您讲的太好了 然后那个希望您 我这个直播结束之后就要去买您的书 看来您的这个粉丝会越来越多 还有说以后也请您多来给我们做直播 真的我们的网友现在非常反应会得非常的热烈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张院长讲的这些 我们对于疫情的这样的一个立体的一个看法 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一家之言够参考 好嘞 好 谢谢张院长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